還有來看到今天是開放民眾 AZ疫苗預約自費施打的第一天 沒想到預約是非常的熱絡 很多醫院幾乎都是一開放就額滿了 甚至台大醫院一直到5月3號 都是滿額的情形 而指揮中心也說 會視情況考慮開放更多的劑量 我們也獨家訪問到後天 要去打疫苗的留學生Jim還有台商 他們都是因為下半年有出國的需求 才會趕著在第一天就預約施打 國內AZ疫苗19號開放民眾 預約自費接種 這一次鎖定留學生商務或是出國人士 許多醫院幾乎一開放就額滿 我就是之後要去荷蘭念書 那現在歐洲大部分的國家 還是採納AZ 不然就是在自己國家打一打 所以比較安全 有些國家可能有血栓反應 但是都是發生在 有服用避孕藥和荷爾蒙的女性 21歲的Jim 21號就要到慈濟醫院接種AZ 為了準備出國留學 也相信臺灣醫療對副作用不擔心 還有已經快一年沒回上海的台商洪先生 也是開放第一天就預約 相較於有些臺商想到中國在施打 洪先生則是怕兩岸關係會影響疫苗承認 選擇在國內打完兩劑再出去 目前自費預約熱絡 台大醫院21號開打後9天 共540個名額都額滿 台北馬街600人 亞東醫院240人也都掛滿 桃園醫院也是一開放馬上額滿 臺南城大高雄聯漪花蓮慈濟也都滿了 打疫苗會受到一些外在環境 跟條件的影響 自費打AZ疫苗意外熱門 會不會開放更多劑讓民眾自費施打 指揮中心說會是這幾天的情況 再考慮 華視視頻網信一張道友台北報導